一头俏丽短发甜美笑容 不管是跳绳闯关还是禁歌热舞都难不倒他 曾在职棒担任啦啦队长 活泼个性受到许多粉丝喜爱 没想到却在日前遭人偷拍群体影片 还PO上网工人下载 近日他接获朋友告知 表示在论坛发现 以前职棒啦啦队员之一 担任活动主持人为题的影片 内容写着身穿便服短裙的他眼看好熟悉 当下没有太多想法拍就对了 有人还花一万块下载影片 没想到却金钱影片主角 就是承认职棒啦啦队长的他 他日前还有人来到新一区 某一间百货公司逛运动用品店 没想到却遭有新人士近距离 贴身偷拍他的群体风光 他回想起来心生恐惧 他表示最恶心的是 找朋友去逛女性睡衣 偷拍的人还跟到柜上 让他怀疑作案的范贤就是女生 跑到百货柜台 想要找监视器 却因为事隔太久 画面早已洗掉 他怀疑还有其他受害人 鼓起勇气跑到警局报案 警方也积极介入调查 只是逛个街 却遭到头拍 叫他以后怎么干 放心Shopping 记者林俊风 黄英俊台北报导 撕柜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